01,郭静宁在他的小说《小时代》里,写过这样的一段话,爱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,爱情很简单,爱情就是连一秒钟都不想多得,我想立刻就能见到你,然后沉默地和你指手相望。 最美好的爱情,其实就是忍不住的思念,忍不住的想见,忍不住的指手相看,你知道的,一个人有多爱你,他就会有多想你,一个人有多想你,他就会有多爱你,爱,其实很简单,不需要那么多的猜来猜去,不需要那么痛的人来认识,只要你爱了,你就能感受到爱,只要他爱了,你就能看到爱。 所以,在思念的时候,不要故作坚强的忍耐,把你的思念倾诉给他听,他如果爱你懂你,就会说你想听的话,恢复你想要的答案。 灵儿女人若想知道男人对你的感情,不用做太多事情去试探,给他发我想你,就可以看出他有多爱你。 想念是会传递的爱如果两个人是真的相爱的话,那么思念之情是会在彼此中传递的,因为思念源于爱,而爱,是相爱的两个人。 彼此之间的纽带,当其中一个人产生了思念之情,并向对方传递,那么另一个人就会因此而牵动身上的爱,也产生同样的思念之情。 所以,当你给对方法我想你时,爱你的男人有多爱你,就会因此而迸发出多么强烈的思念之情,爱是相互的,思念也一样,彼此相爱着的两个人,是对彼此深入骨髓的想念。 当你的思念和爱,传到了他的心里,你能感受到的,是他对你浓烈的深情,因为,给男人发我想你,就能知道他到底有多爱你,应爱必要回应。 在感情中,男人对于女人的摄爱,往往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,所以,你的一句我想你,会瞬间勾出男人对你的爱,他会因为对你的爱,而冲破理智,做出很多爱的小事。 他可能因为你的一句,我想你,冲动的感觉和你见面,也可能会因为你的一句,我想你,而斩转反侧,彻验失眠,这些都只因他心中对你有爱,所以必要回应,而回应的程度,就是他对你爱的程度,因此,想知道男人究竟有多爱你,给他发我想你就可以知道。 思念其实是一把火真正相爱的两个人之间,本来就是你浓我浓的相处模式,一旦两个人分开了,就一定会因为思念对方而产生浓烈的思念之情。 这时,两个人之间的状态就像一把干柴,一点就这,所以当你给对方发我想你时,就是必会点燃彼此之间的爱火,这把火烧得越热烈,就表示男人越爱你, 因此,不要总是患得患失,的怀疑男人对你的感情,多信任他一些,若你需要一些确定的答案,那就给他发我想你吧,相信他的答案,一定会让你感到安心。 03想念,是由爱衍生出来的情绪,是爱最具象化的表现和信号,他甚至比爱来的还早,比爱来的还要波涛胸泳,爱如斯,斯莱涅,一个很想很想你的人,心里也一定是很爱很爱你的,别怀疑,思念才是爱的代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